Hello,大家好, 眨下眼就来10月10日, 今天已经是10月9日了, 为什麽会提这个日子呢? 就是台湾那边叫做中华民国国庆, 香港这边当然不可以讲大陆, 当然不可以讲, 过去讲双十活动, 不过现在好像有些人劝告香港有些团体, 或者有一些聚餐等等的时候, 双十都不可以讲,只可以讲辛亥革命。 这个情况可以显示到, 大陆对台湾那边的压力, 其实是慢慢慢慢漸进的。 我过去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节目的时候, 我过去都讲过, 两岸之间一年内是不会打仗的, 当然小磨擦是难以去界定的。 不过大家记得,我讲这句话, 一年内不会打仗的时候,是什麽时呢? 是两三个月前讲的。 即是现在的时间就缩短了,是吧? 如果现在成10月了, 就已经到明年的时候, 可能是明年的年中到下半年, 形势更会紧张了。 我所提到的, 其实大家是要注意一件事, 即使在两三个月前, 我说一年内不会打起来兵庸相见, 真是成为war,即是战争。 现在其实大家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 就是几个方面又会不会大家要准备的, 你以为打场仗真的按个按键玩游戏那麽简单, 现在究竟各方的准备是怎样呢? 这个反而我们是要观察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去回顾一下, 过去两三个月裡面的各方面的stakeholder, 所谓持份者,包括两岸、美国、东南亚国家, 以至其他西方国家在南海裡面, 过去两三个月裡面是發生过什麽事情, 我觉得有些是有指标性的, 有些是有积累性的, 这个完全符合我过去一直所讲的, 两三个月前数起的一年裡面, 那个情况不会是兵庸相见,打起来, 是小磨擦难免, 跟着是大家在积累着那个矛盾, 以至是作好准备, 这些动态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了。 好了,我不妨可以将过去两三个月裡面的 一些动态摆出来先, 当然先看大陆的方面, 因为大陆它自己现在其实和平也是大陆, 战争也是大陆, 问题就是习近平他自己怎样计算自己的权位, 哪个时候去引發紧张的局势, 以至是有军事上面的升级, 完全是建基于它所谓的两个维护, 两个维护就是维护共产党那个执政, 另外就是维护集核心, 更加以维护集核心为主, 这个就很清楚了。 我迟些再跟大家分析, 如果中共举行了十九届的五中全会, 那时候就更明显了, 今天我们都是围绕着两岸的形势。 好了,原来在这两三个月裡面, 大陆就开始做了很多的动作了, 这些动作个别分开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你慢慢继续起来来, 你就会看到一些动态了, 譬如好像过去大陆的战机, 有时两边飘来飘去, 有时一声过了中介线, 即是台海的中介线靠近台湾方面, 忽然间走过来, 跟着一段时候就贴着, 或者站在台海中介线的台湾那边, 是在那裡飞的。 后来的动态就是说台湾的战机升空, 就是用声音赶走, 过去大陆的战机是回过来的, 回到大陆那边的,中介线靠西那边。 但是最近一次大陆的战机是空群出动, 所谓空群都有十几架, 这样就过了台湾的靠近台湾那边, 跟着台湾就提出,即是警告走了, 那一刹那都走的, 但最近一次大陆的战机过了台海中介线的台湾那边之后, 台湾,大家好像玩惯例那样, 你已经进入了这边的领空, 这些走, 结果大陆的战机回答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中国台湾的领空, 现在我们在进行丽行的训练, 所以你没有出声等等。 这个姿态即是告诉大家, 常态化的积累去到某一点裡面, 是会有质的变化的, 现在这个就是大陆就希望在战机越过台海中介线, 靠近台湾那边,常态化。 现在这个常态化是更加在政治定位上是常态化了, 变成这一个情况就是看到, 未来一段时候大陆的挑人性的行动是不断会增加的, 都不用讲台湾那边计过多少次大陆的战机, 或者围绕台湾,或者越过台海中介线,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看的, 就是大陆它自己其实军事对象, 如果真的要计的,或者要针对的, 哪是是台湾,而是美国。 所以这个就是长期性的积累到近期有一个指标性的转发了, 就是怎样呢? 在2014年开始,大陆已经在南海裡面不断做岛, 所谓做岛就是将一些它们以前叫做焦的, 焦就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土地, 有时水涨的时候遮了它,有时水涨的时候又露出来, 这些叫焦,原来2014年开始大陆已经在南海裡面, 已经对七个它们自己过去都称为焦的地方开始做岛了, 而这七个岛现在已经越做越大了, 做到是怎样呢?就是它们慢慢变成岛了, 而其中这七个焦现在变成岛裡面, 已经包括了,譬如美濟焦、柱壁焦、 永暑焦这三个已经是有军用和民用机场, 大家可以看到,慢慢它会叫这些做岛了, 而做法就是大家看到一定是军事上的用途为主的, 因为如果是民用的,民用是一个掩眼法而已, 你说这些焦上面有多少平民老百姓住在那裡呢? 有,但这些都不是普通平民老百姓, 更加不是原居民, 这些一定是军人或者受过训练的民兵, 而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如果这个成为岛的话, 这个所谓岛的周边十二海里的范围裡面, 按联合国的海洋公约条例, 周边的十二海里范围都算是这个国家的领海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大陆这些的岛礁不断越前越出, 是将那个礁变成岛, 等于近着菲律宾的黄岩岛, 如果在那裡再对出十二海里变成大陆的领海了, 这些这样的做法是令到大陆在南海裡面的军事能力也有提升了。 好了,另外一件事大家看到的, 我过去为什麽会预测, 由两三个月前开始的一年不会打, 这个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打一场这样的隔海战争, 你又要速战速决的话,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资金积累, 现在大陆在中美贸易战自己的经济萎缩, 以至疫情之下, 大陆的经济它自己是必须要有更加多的钱, 才可以随便打仗的, 这个真是战争那个仗。 好了,我们看过去这两三个月裡面, 大陆的一些经济、一些民生的措施, 有什麽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在平时的生活上, 大家都不会看成一个政策, 但是慢慢慢慢积累, 你就会看到这个政策浮面了,是什麽呢? 如果大家有在国内在这段时候, 在大陆生活的时候, 因为这段时候大家少回去, 但是大陆的人已经很察觉得到, 就是原来地方那个罚款是无缘无故多起来的, 那个地方罚款即是说, 以前你行街过马路, 你说被他捉到了,罚, 你随地吐槃又罚, 或者交通规例又罚, 但是大家会感觉到过去很多时候, 它都是形式主义, 只眼开只眼闭, 但是现在大陆很多地方已经发现了, 不止是强抢民产, 大家可以看看过去的平遥古城, 那个直接是抢民产, 这个我过去都讲过,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原来最近大陆很多的地方发觉, 原来在一般民生上面那个罚款几率, 是大大提升, 再检查, 原来大陆那些地方各个部门已经收到一个指示, 由上级来的, 当然是一层一层向上, 最后来自中央, 大家要透过这些做法去巩固地方经济, 如果是这样来讲, 即是说中央很可能是抢大钱, 例如共了你的民产, 大家都看到的了, 马云、马化腾等等, 现在马云都要蚂蚁搬家, 它的蚂蚁集团都要在香港上市等等, 变成这个民生性上面的抢, 就是地方上面的抢了, 再辐射到就是北京已经讲了, 几年前讲的地方债务中央已经不会负责, 不会跟你填吞的, 你就要用地方的政策将收费变成去补贴中央, 少给了你地方的税、钱了, 所以这一个用以前一句说话讲, 就叫做上下交征利了, 上下交征利了, 即是上面有上面,下面有下面, 跟着就苛政猛于虎了, 这一个平时大家如果只是从政治角度去关心两岸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原来地方政府它那个揽收费、揽罚款不断这些情况出现, 原来亦都是全国的经济情况,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情况有关了, 好了,大家如果香港人又要注意最近一件事了, 表面上是跟两岸无关, 或者跟大陆的经济无关, 但是分不开的,就是怎样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香港最近不断宣传大湾区, 就是说大家要在大湾区投资很好, 什麽都讲到天上有地下无等等, 这一个宣传其实大家从一个反正的角度, 就是很多时候有正面印证,有反面印证, 从一个反正去印证的角度来讲, 大家更加要小心,为什麽呢? 过去港府是不是大吹大雷是明日大鱼? 很明日不是我作的,它自己大吹大雷, 但是原来明日大鱼, 你要去吸金不是那麽快的, 以及明日大鱼是要直接先投资6千多亿港币, 然后2035年才开始有初步的成效的, 那时候还搭救猪头骨的, 就是发展明日大鱼的时候, 还有一条桥可以建议计划, 去到珠海管轄的贵山岛, 贵山岛可以用很便宜的一元租给香港, 就好像澳门在横琴的模式租来, 但是表面上你现在看起来就很好, 但是操作性是相当难的, 因为大家看看贵山岛跟大鱼山的距离, 是要建一条大桥的, 而这条大桥是比港珠澳大桥还出的, 还贴近宁甄羊, 换句话讲那裡的冲击力, 海浪的冲击力是更大的, 所以那个摆出来的现象就吸引大家去支持明日大鱼, 但是现在香港的疫情一爆發之后, 到现在已经用了三分之一的储备, 还有未来的疫情怎样發展, 讲不了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我还投放6千多亿去搞明日大鱼, 然后那个效益是2035年才看到的, 现在猫彩你了, 现在连建制派都不敢大吹大鱼去支持明日大鱼, 所以这件事就是结合到内地经济, 你见最近猛禁宣传大湾区去投资、 创业什麽都可以, 其实就是说明了一件事, 无论明日大鱼也好,这个贵山计划也好, 其实就是用香港人的钱帮大陆建设, 贵山岛就是这样的模式, 他说一元租给你, 你建完之后到最后到期收回,如何? 大鱼的建设计划就是将新界或者香港一些人搬去大鱼, 然后腾出更多的土地, 给他们去炒卖,或者抬高地价, 大家看看香港最近地产的发展, 已经不再是过去所谓香港八大地产商了, 而是说很多大陆的财团走了来了, 现在为了更快地吸钱, 就是鼓励大家回大湾区, 然后也是用香港人的钱来建设大湾区, 大家要想到这件事, 你说很多机遇互相帮忙而已, 但是大家已经知道,连大财团都知道, 现在的大财团去大湾区发展, 已经审慎很多了, 就是因为明知道你去到最后给它吃的, 所以再配合现在全国都在不够钱用的时候, 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到处抢钱, 由中央到地方都在抢民间的钱, 大财团和普通老百姓。 所以这个大陆方面的准备, 在过去两三个月裡面是突显了, 如果由现在再数未来八、九个月, 这个准备对台湾施压, 包括舆论上面,包括经济上面, 包括实际军事上面, 这个轨迹已经慢慢出现了, 所以我始终希望不要打仗, 但是现在全部是大陆, 甚至习近平,他何时计算要转移内部矛盾, 然后透过一个不知什麽规模的战争, 或者是军事磨擦,来巩固他的威信而已, 全部都是为了一个私利。 我们看看如果台海裡面發生战争, 台湾那方面都要看看, 大家很明显地看看, 军事实力上如果大陆傾全力去打, 台湾是无法打的, 不过你毕竟都要做一些准备, 现在台湾过去两三个月裡面, 开始有一些变化, 我又很具体地跟大家讲, 我们看问题是尽量各方面的材料, 我们都要观察。 台湾最近做了什麽呢? 现在已经定明年的军费, 增加14亿美元, 14亿美元少了, 但老实有万亿美元,已经过万亿了, 还有维稳费又过万多亿了, 你14亿增加的部份算是少了。 14亿,或者按现在台湾的军费概念是怎样呢? 是占台湾的GDP,很少而已,1.2%,少不少。 即使你增加14亿美元,都不多的, 但是这个可以看到台湾自己本身要做一些准备。 第二,很多时候在中国或者国际以前的费家历史上的战争, 大国、强国当然是占主导权, 但是弱国或者弱势那边, 有时可以以小性多的,以弱性强的, 大家可以看到赤壁之战就是这样, 肥水之战就是这样,是吧? 所以现在台湾那方面, 它就是靠自己赌内的士气, 国际上面的支援,以致不排除即使大陆发动战争, 大陆自己本身也有人反战的, 要靠一种民气去支持, 所以台湾最近的兵役开始有些变化了, 就是过去台湾都有它的所谓后备兵源, 除了那些大兵哥正式是那段时间军人之外, 它还有后备的训练的。 最近的情况就是过去这些后备的训练, 那些人数不多的,大概只有12万而已, 现在是增加到26万, 即是有些年轻力壮又合乎年龄等等, 你即使是作后备的军人, 人数已经由12万增加到26万了, 这些后备军人的装备是与正规军的装备是一样的, 跟着就是受训,平时都有些巫兵等等之类, 过去的受训,如果你是后备军人, 是很一般都当玩, 是两年才去训练,接受训练, 7天左右,即是一个星期, 现在开始,这段时候就是每一年受训14天, 虽然都是两个星期而已, 但是这个姿态其实是激发台湾老百姓, 抗共入侵的心理状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难以预期在军事上, 台湾是有些什麽佔优, 但是在整个国际形势上来讲, 台湾现在是在引发大家的关注, 好了,去到两岸形势,最关键当然是中美, 好了,看看美国最近是做了什麽, 这些才是可以说是压力与实力的体验, 当然我觉得美国它都不主张打仗的, 即使你说南海也好,台海也好, 美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政治张力, 然后由美国来主导整个形势, 这些才是现代化政治的玩法, 好了,看看美国最近做了什麽, 第一样就是美国过去特朗普常常跟习近平好朋友, 最近开始说这个不行了, 就是美国现在针对中共已经叫中国共产党不叫中国了, 最近有一个动向要注意的, 这麽多是由微知著的, 就是美国国务院各个发言人, 他在一些场合裡面是直接点名什麽? 说习近平,说他什麽? 说他是违反了五年前的协定, 五年前什麽协定? 当时奥巴马年代就跟中国谈论, 中国就讲我在南海那裡不会扩张势力的, 但是一面答应了,一面是填岛, 大家记得我刚才所讲的2014年开始造岛, 有些造岛都不单止我刚才讲的那七个, 那麽有规模的, 有些招是用造岛神器, 大家点入互联网, 国内自己宣传过的, 造岛神器就是去到一些浅的招那裡, 刮刮刮刮周围那些泥土, 然后堆上去现有那个土招, 按他们的宣传, 这些造岛神器一日就可以造一个北京的水立坊, 大家看看, 那麽快的, 现在它就杀逗成兵了,用这样, 当时中国就答应过美国, 我不会这样搞的, 现在不单止是刚才所讲的将一些招变成岛, 原来美国,这个是美国消息, 中国已经在海南,就是南海那裡, 将7个赌礁现在扩大到12个, 不止已经知道那7个了, 所以美国点名了, 这个就是看到美国对中国的上升, 军事上升又提高了警惕了, 第二个,现在美国在创造一些形势, 你大陆创造既定事实, 美国都创造既定事实的, 做什麽呢? 就是创造既定事实来否定你的九段线, 过去以前是11段线, 后来变9段线, 但是其实核心都是说南海是中国的, 现在美国创造了很多的事例, 包括双航母进入南海范围, 跟着美国的战机就在今年的上半年, 已经有三千多次进入南海, 你说各种的侦察, 显示自己的存在等等, 其中有些是进入了接近中国的陆地, 大概是少于100公里的, 你可以说未入12海里的领海范围等等, 但是也有一个概念就是100公里的经济专属区, 你看看这些游戏怎样玩而已。 所以你看看, 这个美国否定你的九段线, 大家创造既然, 原来与此同时, 刚刚好像是上个礼拜左右, 美国有一架战机, 它经过台海中界线的上空, 根据那个卫星的图像, 这一个美国的战机经过那条路线的轨迹, 就刚刚在台海两岸真是恰恰的中界线, 即是台湾划出来的中界线, 不是大陆战机穿越了靠近台湾那边的, 而大陆它从来不承认有中界线, 现在美国就是我用我的行为来告诉你, 我认同这条中界线的, 当然你说是姿态了, 但是现在大家在积累升级行动, 所以暂时不会打, 大家在积累条件, 所以明年由现在数起的八、九个月, 大家真的要继续去观察这段时间裡面的形势变化了, 好了,还有跟着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就按他们的法律, 其实也是按以前列根总统的六项保证, 开始卖一些高级的武器给台湾, 跟着最近美国那边就叫台湾, 你变成战猪呢? 什麽变成战猪呢? 因为你战猪你自己是有保卫, 还有别人一口咬你呢? 惨口的嘛,是吧? 他还讲就是说, 狮子是最怕吃战猪, 或者最不喜欢吃战猪的, 所以台湾变成战猪就最好了, 这一个做法其实就是代表美国支持台湾, 是提高它的境界升级的程度, 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开始凝聚周边国家的力量, 因为美国看到东南亚国家南海附近, 就是中国用经济来巩固它的力量, 美国同样是用经济, 不过就没有大陆那麽早投资下去, 所以就一定要靠其他的国家来支持, 好了,我们看看最近南海的情况, 有什麽问题了,有什麽现象了, 由7月开始,大家留意一下, 7月到现在就2、3个月了, 我以下讲的东西是2、3个月之前不会出现的, 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判断, 由那时候开始的一年裡面, 大家不会打, 大家在积累着大家的power、muscle, 原来美国现在首先跟一些相关的东南亚国家, 大家在那裡谈好了, 而7月开始,有些国家表态了, 举些例,马来西亚在7月29日, 它讲什麽? 它们都反对中国界定的九段线, 是马来西亚,他们都公开讲。 好了,跟着7月20日, 文来,文来是小国而已,在印尼旁边而已, 文来也發表了声明,非常罕有, 他的意思就是大家要按国际供应的, 包括联合国的南海, 当然中国都不能够否定, 中国有南海的行为守执, 文来讲的就是联合国的那个。 而大家发觉,平时没有留意的, 我提一提大家, 原来文来也声称自己在南海裡面有主权, 而文来在那裡泵紧游走, 越南是泵紧最多21个游井游田, 游井在泵紧游走,文来也在泵紧走, 而且文来那麽小的国家, 他自己都有防空识别区的, 一个长方形的。 现在突然间这样表态, 那即是怎样呢? 即是说他在外交、军事上, 都要跟美国同声同气。 好了,再看看菲律宾, 菲律宾不是长期向中国拿钱的, 杜特尔特不是说我跟任平很老友的, 最近菲律宾是做了什麽呢? 除了在一个黄岩岛裡面表面上给你管, 但实际上自己又在搞搞阵, 跟着菲律宾最近将它自己宣传, 重新当年在亚基罗三世的时候, 去国际法庭告中国南海什麽什麽问题的时候, 这个已经放在一边了, 最近杜特尔特拿出来讲, 国际法庭当时判了的, 黄岩岛或者很多主权是属于菲律宾的等等, 在南海问题当时还告中国的, 现在杜特尔特拿出来, 都是由7月开始的事来的, 怎麽麽这麽有趣呢? 背后有人在做事。 我们再看看其他相关的一些国家, 澳洲,澳洲现在就直接也都有, 很明显美国是在鼓励着的, 其他国家那些战艦有空就入南海走走, 澳洲又去,法国早前都去了, 德国又在越南长驻武官, 法国又跟其他一些国家谈低级一些的军火, 有没有用去买,即是常规的,有没有用去买。 这些来讲都引起南海、东南亚国家, 你无论怎样都好, 你两岸那边不关我事的, 如果你说中美在南海磨擦,你都没有打到我门口, 我自己都有少少的防御, 整个国际的形势就随着刚刚的, 美国、日本、印度、欧洲等等, 搞了一个四方安全平台的, 你说这些平台会不会继续扩大呢? 虽然大家看看只有四个而已, 你看未来怎样發展的。 所以这种形势,再包括了两岸等等的形势,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要拉长战线, 拉长战线,你大陆要打台湾, 如果被你局限在一点来讲, 美国是难以出手的, 因为他亦想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吧? 但是如果你拉长一个战线, 又有其他国家参与下去, 而很多国家都希望南海是稳定的,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现在声称在南海裡面有主权, 或者已经在开发油田的, 最低限度已经有六个东南海国家在那裡做事了, 而他们拿了油田开发之后, 因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大规模开发, 或者持久性开发, 所以他们将那些合约斩检,判出去, 判出去给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大家现在知道全球化的玩法就是, 它不会全部都立了, 再将那个合约裡面的内容再斩检, 再判出去, 所以南海裡面现在的合约判下判下, 已经涉及到150个国家都是南海裡面有利益的, 无论大也好、小也好, 我都合约,我弄了是在南海用的, 你说其他国家想不想打仗呢? 现在美国用一种拉长战线, 亦都避免大陆你不要挺而走险, 整个局势稍为总结一下, 就是眼前由现在到未来的八个月、九个月裡面, 两岸之间的形势是会继续紧张下去, 但是你说是会到war、战争那个阶段, 我仍然是保持我两、三个月前的判断, 由那时候开始计一年,由现在开始计八、九个月, 我都是愿意接受大家的观察去检视的, 但当然我经常最想不要有任何的战争、战乱、磨擦, 死人什麽都不好, 所以关键就是看看大陆,尤其是习近平, 他怎样计算,现在我们去讲这些情况, 其实源头一定要去回大陆, 习近平他怎样计算,要转移那个视线, 因为他内部的不稳定, 以至越来越接近20大,2022, 之前他一定是要巩固权位的, 包括最近国内有些官员又是不正常死亡, 有些说撞车,交通意外跌了入海, 最近已经有几单这类事例出现了, 公安系统的中层已经有很多在移动了, 不单止公开看到的王岐山的亲信董王或者其他人, 现在习近平是在裡面慢慢逐个逐个击破, 然后看什麽时候要引發一些对外的矛盾, 然后巩固他对内的维护集合心, 这些完全是封建王朝的权谋来的, 所以去到这个情况来讲, 大家要继续观察, 大家继续喊出反对内战, 因为如果你对台海, 即是对台湾發生战争,这个是内战来的, 尤其是你现在内战是不断製造所谓台湾独立, 其实不是这回事, 你慢禁讲,最近在香港你慢禁讲独, 他禁讲独, 那强小小这个部份, 强小小这个部份, 就是现在教育局慢禁讲, 那个老师是鼓吹讲独, 但是实际上那些学生已经是很清楚讲, 老师大部份上堂那时是讲言论自由, 不是讲讲独, 而学生上完课之后,他们觉得他们不赞成港独, 很明显,现在只不过是大陆也好, 港府也好,教育局也好, 他就是怕港独这个词一出现, 就会出现两个效果了, 就是一讲港独, 就会更加多人认同港独, 或者一讲港独, 即使是由建制来反港独, 到最后大家都会觉得, 怎麽讲呢? 他认为不可以作为一个选项, 大家就觉得作为一个讨论, 怎麽麽不行? 所以他们越搞越衰, 越搞越令到大家觉得你神僧鬼嫌, 处理这些方法最好的就是, 你不要用公权力,我经常讲, 你用民间对民间, 然后你是要公开去讨论, 以至去竞争, 不是靠你强权, 然后押着人把口, 这些现在就是国内那套做法来到香港, 你又要在台湾裡面去挑起战争, 到时你想想你可不可以控制到整个民情舆论呢? 是吧?人家一定不会支持你去打仗的,是吧? 所以这个真的要讲整个整体形势的观察,是吧? 好了,今天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久了,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